今天继续出门逛街 这几天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 穿衣服的难度也增加了 隐形快用完了 看来还得补充点生活用品 今天来的是表餐到 先来我常去的HBT and Youth 斜区这边Vilio的库存 据说已经补上来了 咱普通人也可以入手了 Solomon的Advanced 今天是出了各种配色 但我仍然还是觉得初代的白色最好看 再来看看冬天穿的内搭 Steven Island性价比很高 版型和料子也都很不错 今天店里人好多就懒得上升了 Vlams的字母卫衣 今年是重新补货了 去年热度高的是一件都抢不到 接下来去南青山附近逛逛 Akune这两天好像是新品发售 店里挤满了韩国人 logo戒指挺可爱的 欧拉里的旗舰店也在这附近 这个牌子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简约风格的品牌 没有任何logo 追求高质量的用料 这件今年秋冬主打的羊毛毛衣 像皮肤一样舒服 我里面穿了件短袖打底 胳膊却一点都不觉得料子扎手 略宽的版型带来了高级的松弛感 还试着调定翻的衣喜牛仔裤 穿起来的感觉和毛衣是一样的 版型虽然是宽的 但不会觉得用料有多余 没有一点拖沓 这大概就是设计师的厉害之处 正好路过一家药装店 就进来买点生活用品 还顺便买了隐形和T恤膏 冬天马上到了 为了不让皮肤干燥 敷面膜是必不可少的 顺便来买点 下面去的是Andholio 非常有标志性的垃圾桶 店里的秋冬款也陆续到位了 试了件皮羽绒服务 虽然会显得比较臃肿 但因为用到了皮材质 整体还是比较酷的 这边还有和Champion的联名卫衣 我比较喜欢这款双领的 只不过价格偏贵 我觉得不太划算 晚上的侧骨还是很热闹的 商场里人特别多 最后就在这边吃了个海南鸡饭 今天的购物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